狠毒的姐姐拿扫把教训妹妹 以此发泄内心对她的厌恶 竟丝毫不顾妹妹的苦苦哀求 更甚至她们的母亲 竟然还用柳条抽打小女儿的小腿 因为一家人都觉得她是个谎话精 幸亏善心的二哥来帮她求情 原来就在不久前 穷女孩在大山中发现百年山深 却被几个恶毒的村妇占为己有 贵德怒骂她们固执廉耻 但母亲却不相信她的话 那几个村妇得到五颗山深 简直是发了一笔大财 领头的白奶奶更是大摆宴席 刚被姐姐和母亲抱揍了一顿 此刻的贵德看着不远处的篝火 心中更是憎恨无比 她发誓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贵德直接去找白奶奶对峙 还没等她开口说话 心虚的白奶奶却递给她一袋大名 想要赶紧将她打发走人 生怕这个疯丫头乱说些什么 一旁同流合污的老妇 都投来了异样的眼光 贵德也察觉到了她们的神情 猜到她们肯定是分赃不绝 假意离开了这里 但她却躲在不远处偷听几人的对话 回到家后 凭着她那超强记忆 将她们的对话都记了下来 一旁的贵妈看到女儿写字如此认真 心里顿时觉得有愧于她 因为她心里很清楚 贵德是很有学习天赋的 但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最多只能让一个孩子去上学 而贵德却以自己不爱学习为由 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姐姐 此刻的贵妈心中更不是滋味 因为贵德其实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她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回忆 原来在多年前的战乱时期 一个正义的军官首领 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她 希望她能帮忙养大成人 而这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正是贵德 而贵妈也刚好生下了女儿贵真 就此以双胞胎的名义将贵德收养了 贵德从小就非常懂事 贵妈也一直将她当亲女儿 第二天一大早 贵德就去小县城找一帐帮忙 将白奶奶抢走自己山深的事情 都如是告知了他们 却恰巧遇上了刚出狱的大哥 一向冲动的大哥顿时愤怒不已 带着贵德就找上了白老富讨说法 而贵德也将昨晚记录下来的对话 一字不落的大声宣读了起来 白奶奶吓得脸色苍白 她连忙上前想要阻止贵德 却被暴脾气的大哥揪起了衣领 直接一把将她推倒在地上 大哥更是不顾其他村民的阻拦 抬起桌子直接砸了起来 而狡猾的白奶奶竟然躺着装死 单纯的贵德还担心大哥下手太重 却被白奶奶一手甩开 很快夜幕降临 受了白奶奶恩惠的村民 集体来到贵德家要抓她大哥 贵德也没想到事情会闹打 躲在家里害怕不已 姐姐贵真却将这一切都怪在贵德身上 要不是她谎话连天 也不会牵连到自己的大哥 对着贵德直接就破口大骂起来